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持续地在累积 我们先带大家从雨量累积图上 来了解一下今天各地降雨的情况 从雨量累积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降雨 都比东半部地区还要来得明显 而主要的降雨区就落在了中部 在我们的云林跟嘉义沿海 雨量都是相当的明显 一直到下午5点之前为止 日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云林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红色紫色色块所在的区域 日累积雨量在5点为止 就已经超过了160毫米 而我们泰雅族人居多的台中和平 日累积雨量也超过了130毫米 而且从周二开始 一直到今天下午5点之前为止 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台中和平的稍来侧站 超过了430毫米 而我们南投仁爱的阿梅侧站也超过了390毫米 而目前各地的降雨都还是持续的在下 不时都还是有抢降雨的情况发生 接着要带你从卫星云图上来了解一下 目前整个天气的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今天这个封面云系稍微的比昨天再往南移了一些 而且在中南部地区出现了像这样子比较旺盛的对流云系 也造成了今天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比北部地区都还要来得明显 明天这道封面都还是会持续的在台湾上空滞留摆荡 而这个封面的北侧吹的是比较凉的偏北风 带来了比较凉的空气 而在封面的南侧则是较为暖湿的西南气流 为这个封面补充源源不绝的水气 所以当这个偏凉的北风跟暖湿的西南气流交汇 各地的雨都还是持续的下个不停 在封面附近就比较容易像今天这样子 有比较强的对流云系生成 造成了比较剧烈的降雨 而且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等等 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 而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在华南地区还是持续不断有比较强的对流云系 不断的在深沉发展 当这些云系在向东移入之后 各地的降雨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再加上明天开始 西南气流都还会比今天再增强 降雨也会比今天更剧烈 随着这个封面这样子南北摆动 强降雨区也会跟着移动 所以各地都还是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因为还是会有瞬间大雨发生的机会 而且受到风向跟地形的影响 在中央山脉的阻挡之下 中央山脉的西侧 降雨会比中央山脉的东侧 还要来得更加的明显 至于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再等于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了 相信今天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都能明显地感受到气温 稍微地有一点凉意了 而且高温都只有22到23度左右 从地面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这一道就是持续在影响 我们的滞留封面 它到了明天都还是滞留 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在封面的北侧 我们刚刚说过了 它吹的是比较凉的偏北风 所以北部的天气是稍微的凉一些 因为降雨时间比较长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 各地的平地地区高温 都只有27 28度左右 其实都还算是凉爽的 不过在我们比较高海拔的山区 像是周竹人居多的嘉义阿里山 一整天下来的温度 都维持在12到13度左右 其实是会有一点冷的 接着带您来看 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您来到达武竹人居多的 台东蓝宇 银封面的野游 鱼人 红头风势 会比较强劲一些 台东南回地区 泰马里 金风大武达人 降雨几率70% 高温来到29度 沿平台东北南 降雨几率70% 高温会来到30度 接着是海端 池上 观山 陆野 降雨几率80% 有阴阵雨或雷雨 东海岸的长滨成功东河 降雨几率70% 高温来到29度 花莲南区 降雨几率80% 高温会来到27度左右 万荣凤林光复封冰 降雨几率80% 会有阴震雨或雷雨 花莲吉安寿风 降雨几率80% 高温会来到26度 在我们泰鲁阁族人居多的 秀林星辰 降雨几率80% 高温会来到27度 泰亚族人居多的 宜兰大同跟南澳 降雨几率90%到100% 高温来到25度 屏东地区的狮子 牡丹满洲 降雨几率80% 高温来到27度 我们泰武来 一春日 降雨几率90% 山区的降雨 会比平地来得明显 雾台三地门 马甲降雨几率90% 高温会来到25度 高雄的桃园 纳马甲跟茂林 降雨几率也是偏高 来到90% 我们的嘉义 阿里山 高温会来到17度 低温也只有16度 南投的原商地区 降雨几率都偏高 高温会来到22度左右 台中的和平 降雨几率90% 高温来到19度 苗栗的原商地区 降雨几率也都偏高 来到90% 新竹关西 尖时无风降雨几率 90% 尖时的气温会稍微的凉一些 桃园复兴 以及新北市的乌赖 降雨几率会来到90到100 封面滞留跟西南风 交互作用的情况之下 这个降雨都还会 一直持续到下周 随着降雨的时间 越来越长 山区土石的含水量 也会越来越高 目前各地都已经 纷纷的传出有落石 或者是探方阻断 交通的情况 甚至还有部落 是已经出现土石流了 所以我们要提醒 山区部落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多加地 留意周遭的环境变化 当您行驶在山区道路的时候 也要多加留意路况 以及自身的安全 以上是今晚到 明天的天气预报